约书雅记第九章 在约旦河西住在山上 高原和对着黎巴嫩山大海沿岸所有的王 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系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王 听见了这些事的时候 就聚集起来 同心协力地要与约书雅和以色列人交战 鸡变的居民听见了约书雅向耶利哥和艾成所行的事 就失诡计 假冒使者而来 把旧的布袋和破裂又修补过的旧皮酒袋 驮在驴上 脚上穿着补过的旧鞋 身穿旧衣服 所带的食物又干又碎 他们去到吉甲营中约书雅那里 对约书雅和以色列人说 我们是从远地来的 现在求你们和我们立约 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 你们也许是这地的居民 若是这样 我们怎样和你们立约呢 他们对约书雅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书雅问他们 你们是什么人 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约书雅 你的仆人为了耶和华 你神的名从很远的地方而来 因为我们听见了他的名声 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 以及他对约旦河东 亚摩利人的两个王 就是西石本王西红 和在亚斯塔路的巴山王厄 所行的一切事 所以我们的长老 和我们本国所有的居民 对我们说 你们手里要带着旅途用的干粮 去迎见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现在求你们和我们立约 我们出门 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 从家里带出来 做干粮的这饼 还是热的 看呐 现在都又干又碎了 这些啤酒袋 我们盛酒的时候 还是新的 你看 现在都破裂了 我们这些衣服和鞋 因路途遥远 都穿旧了 以色列人取了他们一些食物 却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旨意 于是 约书亚与他们议和 和他们立约 容他们存活 会众的首领 也向他们起了誓 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之后 过了三天 才听见他们是自己的近邻 是住在这地的居民 于是 以色列人启程 第三日 就到了他们的城市 他们的城市 就是鸡汴 鸡菲拉 比路 鸡列爷林 以色列人没有急杀他们 因为会众的首领 曾经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向他们起了誓 全体会众就都向首领发怨言 众首领对全体会众说 我们曾经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向他们起了誓 现在 我们不能伤害他们 我们要这样待他们 就是 就是容他们存活 免得神的愤怒 因我们向他们所起的事 临到我们身上 众首领又对会众说 要让他们存活 于是 他们就给全体会众 做了劈柴打水的人 这是按照众首领 对他们的吩咐 约书亚把他们召了来 直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说 我们离你们很远 其实 你们却是住在这地的 现在 你们要受到咒诅 你们中间 必不断有人做奴仆 为我神的圣索 做劈柴打水的人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因为你的仆人 确实地听见 耶和华你的神 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摩西 要把这整片土地赐给你们 并且 要在你们面前 把这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消灭 因此 我们因你们的缘故 很怕丧命 才行了这事 现在 你看 我们都在你的手里 你看怎样处置我们 算为好 算为对 就怎样行吧 约书亚就这样处置他们 救了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 在那一天 约书亚指派他们 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为会众和耶和华的祭坛 做劈柴打水的人 直到今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